一般我發現門診 一般都是在食指 在食指中叫做大腸筋 我發現很多門診的患者 包含你吃多了 發現它的食物結構 比較偏向於容易讓我們老化的 抗氧化的部分 發現它食指這一塊 特別容易有這種一根的 可以發現看一下 假如說一般它檢查說 沒有 我沒有黑色素細胞瘤 它可能就是你最近的免疫機能 消化機能比較差 不要看到黑就嚇死了 是 有的患者他會在下部 就是在指甲勾這邊 感覺像甲勾鹽 對 一般它三分之一的 你感覺 它以為是甲勾鹽 對 就紅紅種種的 事實上我剛才消息有提到 它是往上走人家看得清楚 往皮膚走你是看不太出來 對 它感覺是一個點或斑塊而已 好 所以如果甲勾鹽 我們去擦那個甲勾鹽的藥 其實它如果是所謂的黑色素瘤 它是不會好的對不對 對 而且會一直這樣擴散 甚至突起都有可能 好 其實剛剛蔡老師 羅醫師講到說這個食指上 那通常我們看法就是 我們如果看到指甲勾來 裡面通常是指甲勾裡面的字 比較少看 但是指甲周圍的字 是我們一定會看的 指甲周圍的字 對 所以就是說 剛剛講的 羅醫師講的這個食指上的字 我們先看中指好了 因為中指是代表自己 所以如果你中指上有字 通常是愛自己 就是比較自私的朋友 就是說他比較多 會關懷自己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食指上 而且經常很多人是事實上 有一些痣或者一些病變 那麼通常他是愛家人 因為他是為了家人的事情煩惱 那麼也代表他這一陣子 可能比較就是 就是家事比較多一點點 那麼如果是這一個就是 大拇指 對 大拇指的話 其實代表我們講 其實他這一陣子就是 權力欲望的鬥爭比較強烈 在公司上 工作上面來講 其實他可能有一些鬥爭的事情發生 那麼如果長在無名子呢 代表通常是重朋友 重義氣 那麼小指也是就是愛小朋友 就是可能你因為小朋友的事情 因為你的孩子 因為子女 或者因為你的部署 幫他操勞很多 對 操勞很多事情 我只有食指上有 在事實上 這算不算 可以 這算一個耶 有一個小小的 我只有一個 好不容易操勞一個 這沒太操勞了 真的 都是腦區啊 這種重要的 可是一般在手指頭上面的字 好像不太多耶 對啊 像我一個都沒有 是啊 大部分人都沒有 你幼稚的 有 你幼 這個來講就是 我們講 因為這是跟大腦有關係 對 所以它代表它的煩惱很多 長在 角度長在我們枝端的字 就第九個了 這是麻煩一點了 枝端的字 長在枝端的意思就是長在前面 對 腳趾頭的地方 像這個圖就有點可怕了 這就是已經黑色素流到 已經非常諾奇了 它那個 黑色素已經是長滿了 腳已經長滿了 長滿了腳趾頭的地方了 所以說你如果 尤其是腳 有一些黑痣的地方 你就要特別的擔心 因為黑色素流 耗發肢體的末光 所以它這樣已經是末期了吧 對 這已經是末期的部分了 對 我看到 像糖尿病的腳 然後就說 這 你就要檢查一下 這既然是糖尿病 傷口潰瘍 其實糖尿病的腳 還比較好治療 如果是黑色素流的話 就非常非常的難治療 OK 好 但是它如果 急早發現的話 應該不會走到這一步吧 如果在它一點點的時候 可能急早就把它切除掉的話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早期治療 早期結果會比較好 是 好 所以長在枝端的這個痣 要特別小心喔 其實 對 其實因為像它這樣 剛釀的已經算是很可怕的 可是一般來講 我們會發現枝端有好幾個地方 包含其實可能就是這個 我不曉得個肢窩算不算這個 個肢窩算是嗎 個肢窩不算 這是手指 腳指的 手指跟腳指 我們在想要其實腳指 如果大拇指上面 這中心點有一顆紅痣 其實它也是一個我們講 就是權力地位高漲的痣 至少它也能夠容易帶來財運 可是那顆痣很少人會有 對 那麼通常長在腳底板的 就是中心的 那它也叫做富貴痣 那不是帝王之相 對 那是帝王的 它我們講嘛 就是中間有一顆痣 通常能夠掌管就是千軍 有帝王之相的痣 沒有 這個可是在現代醫學 你長在腳底 手掌 事實上這些痣 都要小心是不是 摩擦的地方 你知道嗎 不是帝王之相 我們摩擦的地方還有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一些朋友有 這個痣它很特別 就在腰際間 腰際間 也是摩擦的地方 對 也是摩擦的地方 可是其實在藝人來說 就是我們很多朋友也是藝人 他們特別在這個地方有痣 那這一顆痣叫討人 我有很多 對 這叫討人喜歡痣 它特別有觀眾緣 異性朋友的緣 都是長在這個周圍 哪邊左右都可以嗎 肚子上這邊腰就可以了 腰際間 對 還有骨勾有沒有 又有腰 就是骨勾 對 也是比較容易摩擦的 那種危險的地方 是 所以當然就中醫師的看法是 那一些容易摩擦的地方 是 如果腳肌要小心 對 腳底 足底 對 摩擦 腹骨勾 腋下 腹骨勾 腋下 對 這應該都不是好字吧 對我們來說 它倒過來說 因為你想說比較骨勾的話 是它很容易 就是很有表現的慾望 它特別就是喜歡把它 所有的一切都表現在 所謂的檯面上 那麼長在就鴿之窝 其實它那個傳 我們也叫做 因為它也是像草裡藏豬 只是它的這一個 藏在豬下面 對 它其實也代表 不貴的一種 可是都要小心就是說 如果它沒有摩擦 就不會有病變 它有摩擦就要注意了 好 所以 還是摩擦的地方有長痣 要小心一點 然後如果說那個痣 還有一點點變化的時候 最好找醫生來檢查一下 來 我們看到 長在胸口的紅痣也要小心 可是為什麼我聽說 長在胸口的紅痣 其實是個不錯的痣 是啊 不是說胸口是富貴嗎 但是它好像沒有那麼大 其實像鄭老師說的 大部分的紅痣 好像都還是還不錯的 唯一要擔心的就是這個痣 血管 沒有 這個是我們的肩 這個是在肩膀的地方 因為我們的血管 其實都是最後到肝臟的地方 然後經由肝臟來代謝 你如果有病人 有肝硬化的問題的話 你血回到肝臟的時候 它就回不去 然後它就是會浴積在那邊 那就把血管撐開 這叫做紅色的蜘蛛血管制 有沒有發現它是中間一個點 然後旁邊有一些細細的地方 其實就是它本來是正常的血管 當時你要回去肝臟的時候 塞住了 讓它回不去 那個地方血管就爆開了 變寬了 就變成看起來像紅痣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你身上發現有一些 比如說像這種蜘蛛型 尤其是肚子 肩膀 這種剛好比較接近肝臟的地方 你就要擔心 你是肝是不是出了一點問題 是 這個脂肪肝臟患者也會這樣 我遇到好幾個脂肪肝臟患者 這個跟一般剛才鄭老師提到 那種紅痣不一樣 紅痣真的是很密集小顆的 剛才蜘蛛一次提到 它這個是擴散型的 你用筆去按壓的時候 或用指尖去按壓的時候 那個血管擴散就會變成皮膚的顏色 你一放開那種抽血又出來了 就是蜘蛛痣很典型的 它也跟我們荷爾蒙磁激素 你有經常吃一些女性荷爾蒙的 這個也容易發生 OK 脂肪肝 肝硬化 還有這個女性荷爾蒙 一直在吃補充的 你可能就會容易這種病變 所以如果你的紅色 就是長得很像這樣子的 那血管爆開的 那還是要注意了 尤其是在身體的 就身體的部分 OK 那鄭老師 你所謂的紅痣跟這個是不一樣嗎 完全不一樣 就一點小點 而且它很紅 很紅 那才算 那像我這個算是 一點小點很紅嗎 對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就算 不過這個也算是就是 你很會照顧別人 關懷別人的脂肪 你會找到 對 沒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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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紅的 我記得我好幾顆紅的 你看 哪裡 沒有耶 你是紅的 對 鄭老師 等一下 它是在這個手 我們講是個手臂有分兩段對不對 這是上端 上端 我是下端 對 下端我們講是 就是同情心比較重 然後比較會關懷別人 那這個上面就不一樣囉 上面 它看左邊 右邊 那它是右邊 好 好 而且男生喔 又跟女生不一樣 對 通常我們有分兩點 就是女生的話 如果是長在這個左邊 那麼通常可能要為另外一半背債 對 或者說比較容易就是 你有喔 這裡上頭 這裡上 對 但是如果女生長在右邊的話 代表 靠自己就OK了 不用靠別人 好 那當然其實 魯醫師長的是在右邊 所以要注意了 就是可能異性人 異性人特別好是不是 對 不過也因為異性 然後有可能惹上一些 就是財務的問題 爛桃花啦 對 要稍微了解一點 好 謹記在心 謹記在心 對 是 好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從 這個不管是中醫的角度 然後西醫的角度 或者是命理老師的角度 我們提供給觀眾朋友 不同角度的思考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觀眾朋友 你面對你的痣的時候 如果他是好痣 但是他有病變的話 還是要注意喔 不要說聽這老師說 他是好痣喔 長在哪裡 長在 剛剛講說長在這個地方 或這個地方 是好痣啊 不管他變成什麼樣子 我都不能去除他 不行喔 如果說有一些變化的話 一定還是要去找醫生來看一下